然後 我們看到綠營為了要防止藍營硬闖這個選霸法出委員會 所以就假動綠營先佔領了主席台 其中我們看到的是張宏露就這樣抽走了議事人員手中的議事錄 讓他不能宣讀下去 會議開不成 招委高金素媒離席 但是我們要看的是 這個過程間許小新真的是戲份最多的 許小新說是要保護議事人員 所以他在過程間扯掉了王美惠的手錶 而且他要離開 居然是踩了蔡易宇的身體這樣離開的 那麼藍綠工房到了下午 藍營又換了會議室可是還是開不成 然後說又要提告綠營監禁議事人員 究竟是如何兩邊在過招 稍後我們進步來拆解 請教一下民眾黨人 民眾黨的麥玉珍委員 他是牽了道之後人就離開 反倒是黨團主任陳志涵 宣兵奪主跑來嗆說綠營的立委 你們是薪水小偷被反嗆說 麥玉珍不來開會這個才叫做薪水小偷 而且也狠狠的嘲笑了 麥玉珍偷台灣火龍果這麼一回事 再來是之前講罷免 大家還會想說罷免就罷業員之 不過現在整個網路聲量完全是不一樣了 罷免跟謝國良的連結度 起碼有九成以上的連結度 國民黨的顧梁總動員 許小青他爆料說講了一件事情 搬出了他的前男友曾經在NET打工 說NET在開店的時候 所有的衣服都丟在地上 還要再重新折過 這樣很髒男朋友的潔癖 所以不能接受 其實退一萬步來講 就算NET他的作業的模式 要檢討也不代表謝國良 可以叫警察強行去破門 那關於基隆罷免謝國良 藍營究竟他們是什麼樣一個章法 是要救還是要助長罷良呢 稍後我們來討論 先來介紹今天的來賓 首先歡迎的是 立院榮譽顧問陳柏惟 大家好 三位 今天我們節目上有美麗的焦點 我們邀請到了鄭家純 大家好 那最近家純她也非常的關心 公民運動 從青鳥到猜糧 她都到現場有第一手的觀察 稍後我們來請教她 左手邊我們來介紹的是 最近蠻專注在AI 銀師作對 而且常常都要有押韻的 網路評論家温朗東 大家好 好 歡迎國民黨台北市議員李明賢 大家好 稍後還有前民眾黨中央委員張藝善 以及民進黨基隆市議員張浩瀚 都會加入討論 我們先來還原今天 內政委員會 藍綠沒有白 藍綠草草鬧鬧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先一起來看 立院內政委員會 選辦法逐條選查 議事人員宣讀到一半 民進黨立委張宏露 一瞬間抽走議事錄 藍綠立刻爆發衝突 黃美惠 徐曉欣兩人激烈推計 又是拉扯又是扣住脖子 場面混亂 被綠委團團包圍的徐曉欣 盡管一旁的王定宇不斷高喊 徐曉欣人直接裁過去 疑似被裁的蔡玉魚一臉錯愕 而不只藍綠交鋒 民眾黨團主任陳志涵 現場直播也導致心意撥口角 你老闆呢 把火冷火帶去越南了嗎 綠委不斷嘲諷 不在場的麥玉珍 在偷紅龍果 綠委王美惠更在現場撿到 國民黨團麥克風 痛批違反議事規則 藍綠白戰成一團 即便趙偉高金素媒 頻頻喊話尊重主席 民進黨人死守主席台 不給國民黨機會強渡關山 一整個上午 選辦法修法 臨進度 好 今天內政委員會 我覺得國民黨稍微 是不是他們有一點掉以輕心了 因為民進黨假動 而且很早就進到了委員會 然後他們就佔據了主席台 但是其實整個交鋒 在委員會的外面就已經開始了 今天特別請柏惟幫我們整理 從外面的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副總召在外面就遇到了 內政部長劉士芳 兩邊就有一些交鋒 一路到裡面去也會發現 原來委員會已經被 綠營的立委給佔據了 因為他們覺得這個法實在是大有問題 如果按照國民黨的風 要這樣子一路闖闖闖 然後就院會禁負二讀 然後就變成大院 就表決通過的話 那會很麻煩 所以來 柏惟我請教 今天整個這個 他們是怎麼樣過招的 來幫我們還原 好 歡迎收看 新台灣加油的這個 立院榮譽顧問篇 首先今天的狀況是要聊什麼 要聊選霸法 大家知道 其實我們以現在的委員會 中心制度就是說 你有細節 我們在委員會討論一下 然後各黨提出版本 經過延遲辯論 還有行政官員的建議之後 完成會議 禁負二讀 黨團協商 然後最後表決 他就變成一個 實際可以運作的法律 但是在選霸法修法 除了進入委員會之前 還會包含召開公聽會 收集專家學者教授 以及當事人 也只有我被罷免 所以因為韓國瑜沒有去 總之你把市面上的意見 收一收之後 你還要再看一下風向 做一下民調 然後做出最後的決定 事實上多數人是反對 這次去修選霸法的 因為他會給人家一種 輸不起的感覺 奇怪 你國民黨要罷免別人的時候 兩名王浩宇 陳柏惟 黃傑 林長佐都在那裡 結果人家只是覺得 謝國良半夜強盜開門 結果你就說 沒有 我們要修選霸法 所以大家自然會有一種 你是不是輸不起的感覺 那因此兩邊的放話就很重要 就是說國民黨還在嘴巴硬 說什麼 我一定會包裹表決送出去 民進黨是說 你既然過去 陳柏惟被罷免的時候 那個時候立法院 其實是有一波很大的討論 當時有非常多立委 可能出來為了不管聲援我 或者是要這個補救民主制度 有不一樣的想法 但是最後以國會的多數黨 時任的民進黨總召 柯建民跳出來定於一尊 說我們不能這一場輸了 就說不能罷免 所以在這個邏輯之下 就維持25%一直到現在 這次國民黨要提說 罷免票數應比得票還要高 好 這個問題其實很直覺 就你看我就知道 就是說我的罷免補選 我的罷免投票率是歷史最高的 也不過就51% 但是全國性的總統大選 他可能會有75% 甚至到80%的數字 你要怎麼讓51%的投票率 可以高過80%對折的這個數字 換個方式講 如果要這樣子數字 拼拼貼貼的話 我的得票數跟我的罷免數 比嚴寬恨的得票數 加罷免數 還要高 那是不是嚴寬恨 終身不得在這個地方參選 所以邏輯是這樣 數字大家都會講 但是要找出一個共識 於是兩邊就使出18幫5億 民進黨不讓他開會 不讓他送出去 國民黨因為已經不小心就喊了 傅崑奇都喊太快 喊出去了之後就要想辦法 好像要送出去 截至錄影時間為止 就我們所知已經散會了 對 散會了 說下個禮拜一再戰 對 可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民眾更希望的是 看他們講道理 而不是看他們衝突 不過既然衝突了 我們也是要說一下 這個衝突誰有理誰沒理 第一個叫做傅崑奇舌戰劉士方 還有陳志漢直播 這個徐曉星採蔡宇的肚子 還有徐曉星跟王美會兩邊的衝突 我們從傅崑奇舌戰劉士方開始看 傅崑奇是什麼 傅崑奇是國民黨的立法院總召 劉士方是誰 劉士方是執政黨的內政部長 邏輯上來講 在這場會議裡面最大的人 叫做高金樹梅 因為他是今天的招偉 他除了排案 然後他可以把 比如說他的權力 所以他就把原民投票 選舉相關的 跟這次選擇法一起討論 你怎麼可以國民黨的總召 跑去跟內政部長吵架 而且吵的內容 根本是毫無關係的 內政部長劉士方現場就表示說 沒有 我一定尊重立法院的意見 可是今天招偉找我來 你不能招偉 我們說可能比較偏藍軍的 高金樹梅找行政官員來 你又不讓行政官員進去 你到底是想開會還是不開會 所以第一個傅崑奇邏輯矛盾 第二個是這個陳志翰 就是民眾黨的 應該是立法院黨團主任 好 這個真的是荒天下這張大謬 這個待會兒明顯講的時候 也一定是共生譴責 因為邏輯是這樣子 假設像立法院開會 我們一個人得票10萬 20萬 我們進去是有民意的 我們有地區代表性 或政黨的這個不分區 所以我們講話的時候 我們要為我們的言論負責 請問一下陳志翰要為誰負責 他不需要為任何人負責 為他老公負責嗎 為他家人負責嗎 他為誰負責 沒有人 他在立法院裡面 本身是沒有代表性的 他不是立委 因為他就是黨團主任 就是助理的意思 對 所以以前的幕僚 如果要遞資料給立委本人的時候 要怎麼做你知道嗎 要趴得遠遠 很怕被攝影機推到要這樣子 來 委員妳要去 你比較躲起來 要躲起來 對 就是這樣沒有錯 真的是 真的是 我是這麼會找妳 委員給妳 後來有相機之後 可能了不起遠遠的 在注視自己的委員 拿狙擊鏡在那邊 拍自己的衝突畫面 現在有手機了 所以開始有直播 陳志翰邏輯上是去那邊直播的 可是他的延遲去挑釁到藍綠的立委 到最後甚至發生了衝突 他直接走到應該是 立法委員的戰場裡面 問題就來了 如果允許像這樣子的行為的話 是不是以後我們找幕僚 都早會打架了就好 對不對 不是 我覺得你可能 不會是榮譽顧問了 你跟升級 你特別當民進黨還主任 想要做故障排除的好不好 陳隊的履歷表在以下網址 請到這邊搜尋 所以像陳志翰這樣的行為 應該要藍綠白 共生譴責 因為這個是明顯的超越直權 如果他的行為可以的話 以後我們就早會打架的 以後我們就找攝影團隊 每個人報一個像跨年晚會的 攝影機進去拍就好了 這個是完全沒有道理 陳志翰是愉悅直權 另外又要提到許巧新了 這個叫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許巧新越瘋 葉元芝越危險 現在是謝國良越危險 葉元芝已經退到後面去了 謝國良的對手是朱立倫 這個我們下一趴會講 應該會講 許巧新跑去跟這個 因為你知道衝突 一定是大家人急在一起 可是我們怎麼樣都不應該 在沒有理由的情況下 去侵害人家的身體 今天不是立法院黨團打架 今天是委員會 所以應該要留給委員會裡面的 藍綠白委員去做主 今天邁玉珍不在 找陳志翰來就很扯了 國民黨為了讓議會 議事能夠照他們 如他們的意進行 居然動員 落狼 怎樣 他就叫傅崑奇來 傅崑奇叫徐曉星來 徐曉星來又叫王鋒飛來 叫一大堆 然後搞到你知道 徐曉星其實是國防外交的委員會 跑去內政委員會 因為今天其實藍綠兩邊 今天都是跨委員會 都到內政委員會去 今天聯席審查 今天沒有聯席 但是大家自發性的聯席審查 今天所有委員會都在內政委員會 今天有聯席 我看開會通知沒有 國防外交跟選霸法有什麼關係 不然大家有立委自己自動自發聯席 對啊 你復文旗是自己帶人去的 專保都死了 後來兩邊都很夾洞 對 兩邊都夾洞 總之你打起來之後 就大家擠進去 擠進去沒辦法出來怎麼辦 一般來講不好意思借過一下 好擠 我在上廁所我也出去 快點讓我一下 等一下這個位置再還給你 一般是這樣子 我的印象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國民黨 今年就特別什麼摔審柏陽的 許曉欣怎麼出去 他踩蔡逸宇的肚子出去 他今天不是穿平底鞋 他穿有跟的 高跟鞋 總統做蔡逸宇是老土都走進去 蔡逸宇沒有他嫁高 蔡逸宇一個肚皮痰 他要過去內政委員會 回國防外交委員會 另外他還去找一個 綠營的第一號女戰將 我們講到女戰將會想到誰 一定就是在我們上一屆 在主席台一個優雅的 這個高壓閉頭髮的 拿著豬大腸丟的那個人 叫做王美惠 所以其實許曉欣 他踩蔡逸宇可能不是故意的 可是他去找王美惠單挑 絕對是故意的 上一次衝突的時候 他拿民進黨的黨籍 去給他鎖活有沒有 到這一次兩個人衝突到 不小心把王美惠的表扯下來 許曉欣為了自己的政治聲量 還有支持度 選擇挑戰民進黨 支持度比較高的人 這些畫面都是為了製造 自己的新聞勝量跟討論 不是我要不要討論的問題 而是我們這個社會的價值 允不允許在衝突的時候 去踩人家 去做這種無情的 這種單純的仇恨操作對立 以及沒有辦法討論事實內容的 新聞輿論的操作手法 我認為許曉欣的作為 應該是台灣社會共生 應該要譴責 好 謝謝顧問幫我們整理 整個還原發生的經過 然後一直到了下午之後又有別的篇章 是怎麼一回事 委員會本來是在 內政是在202 紅樓202 然後他們 國民黨發現紅樓202已經被 綠營的立委佔據之後 他們就轉戰到了群衔 另外一棟樓的101那邊本來是 教育文化委員會 以前我們都在那集結 我們乾脆換會議的地點就好了 但殊不知道議事人員都還在紅樓201 於是所以後來才會有說什麼 要報案 綁架議事人員 等等這一些狀況 那朗東我要請教 剛剛的畫面當中 其實有一幕真的是 讓大家覺得印象非常深刻 當時記者回報說 我看不到蔡毅瑜在哪裡 記者回報說 許曉欣踩過蔡毅瑜 我在那看那圖面看了很久 看得很沾沾 花了有一些時間 終於找到蔡毅瑜在哪裡了 你們知道蔡毅瑜在哪裡嗎 看到了 嘴巴 在哪裡 這就是蔡毅瑜的嘴巴 然後許曉欣 前面已經沒有路了 她厲害了 她就踩在別人的身體離開 我沒看過有人這樣 然後我先讓朗東來評論 我相信嘉純也非常有感覺 等一下來幫我們做補充 對 許曉欣她的行為非常難以捉摸 就喜歡抱著男人哭 傅庚錡也喜歡踩過男的肚子 蔡毅瑜 到底這個是善意還是惡意的表現 可能要問劉彥禮才知道 但是就是說 徐曉欣她這樣的一個行為 就是說她想要增加她的舞台 表示說她是個藍營戰神 為什麼要這麼做 因為到月底的這個時候 有很多跟她家族有關的嫌犯 就會陸陸續續的放出來 可能有更多不利於她 表示她早就對於詐欺之情 相關的一些內容 可能週刊會有更多報導 所以她現在很努力的要去佔據 藍營戰神的一個身分 其實這樣衝突會非常簡單 就是修選罷法提高罷免門檻這件事情 如果藍營覺得自己是多數民意的話 第一個你不用怕罷免 因為你有六成民意 你有什麼好怕罷免的 他們常常把這個掛在這邊 六成民意 報你門檻幹嘛調對不對 應該怎麼罷就罷不掉 都六成民意怎麼投就投你們 對不對 那你幹嘛要調高門檻 第二你調高門檻要有道理 那你就在委員會那邊好好討論 也就沒有必要說 這硬要強度關山 然後搞得說蔡宇民進黨在這邊 用霸占主席台的方式 霸占主席台只是一個手段 備用的目的是希望藍 白 綠坐下來 好好的去討論 但是因為藍 白他很可能要用人數去碾壓 誰被迫綠營必須要去占據主席台 而是這個樣子 那如果蔡宇民他完全不擋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不擋的話其實也還好 就是跟案子來講很有機會的話 就是看大法官要不要判違憲 但是大法官這樣的一個工作量 就會提高了 所以蔡宇民就為了 減輕大法官的一個負擔 就先擋住 那單純如果他們現在今天討論的是說 如果連署要附上身分證的話 是有機會安全過關 這不一定會違憲 但是絕對保護不到謝國良 因為所謂的程序重新這件事情 並有一個法學者在20年前就講過說 不能夠損害到人民的基本權益 這個人就是司法院長許忠義 他20年前就認為罷免的事情就討論過 所以簡直國民黨做這件事情 跟謝國良一點關係都沒有 完全幫不到謝國良 反而會害他 因為讓大家更會聯想到 這個謝國良 因為可能在謝國良之後 你就沒得罷免了 正氣 他是最後一次最重要的一個罷免 之後的話罷免法一旦門檻調高之後 就變得很困難 要付身分證難度會非常高 與此同時的話 當國民黨不斷在鬧的時候 民眾黨也沒有缺席 像是陳志漢 他明明又不是立委 他黨團主任為什麼出現在那邊 想了很久之後對於想通了 他再幫柯文哲試水溫 因為如果黨團主任可以出現在那邊的話 黨主席也可以出現在這邊 黨主席上他風采都被黃國昌的搶走了 所以說陳志漢先來試試看說 他這樣會不會被轟出去 沒事的話 下次換柯文哲親自的報告 會員會裡面來 所以陳志漢是來試一下 然後陳志漢來這邊還一直在想說 民進黨是薪水小偷 是薪水小偷 所以就一直被嗆 因為真正沒有來出席的人是麥玉珍 那個時候陳志漢一邊在立法院 最正在直播 剛才衝刺的在直播 然後這個麥玉珍他們人不去開會 人不去委員會 他說沒有用了50億人 怎麼怕麥玉珍一個人的這個決定 他人才不去 還透過那邊上網 所以網友說你只會偷火龍果 不敢去立院上班 不去立院上班 他領薪水不就薪水小偷 麥玉珍就在那邊一直罵 另外一個網友說你不去開會 又在偷火龍果了嗎 偷火龍果這個事情 有這個網友做出 我是麥玉珍今天沒去立法院 我在這個種火龍果 種是民眾黨的這個 他現在被各式各樣的酷手 對 因為我剛好很巧的是說 我30年前這個時候都還很小 然後我爸那時候在越南 在用紡織廠的廠長 然後就從越南帶過火龍果回來 然後給我們吃 然後那個時候 這也是違法的 是嗎 對啊 帶水果也不行 30年前我不知道 那時候還沒那個 還沒有嗎 我不知道30年前有沒有這相關 那麥玉珍不是說 自己也是30年前嗎 最近 沒有他說30年前 他後來說他是30年前 帶出去跟帶回來不一樣 因為過去 比如說我們小時候 有吃過泰國的山竹 然後後來我們有檢疫辦法 出來之後就不見十幾年 然後後來有詳細的辦法 之後才能再回來這樣 再進口 這基本上那個時候 就我父親的一個說法 越南在30年前的時候 他們火龍果是比較甜 那越南跟台灣各自都有種 那台灣比較少人在吃 也沒什麼人知道 其實火龍果是後來才流行的 之前沒話 我要講的重點就在於是說 經過30年之後 台灣農業技術就不斷的改進 所以台灣的火龍果 是不是變得比越南還要甜 才會發生 麥玉珍要把火龍果切成幾塊 假裝是自己要吃的水果喝 然後從台灣帶去越南去面種 這樣的一個狀況發生 其實這樣的情況的話 他目前都已經道歉了 可是確實這會有 違反相關法律的問題 所以說他應該還是 如果說他想要把台灣農民這些東西 帶去越南去種還是依法去申請會比較好 那重點是說他這個本身也沒有去開會 那今天這樣討論下來的話 其實也沒什麼結論 結論就是說以後要罷免 變得可能會變越來越困難 因為都要附上身分證的 這樣的連署影印本 那最後一次的話 所有罷免的能量 很可能就會灌到謝國良這邊 因為嘉純你也其實 我這幾次發現你蠻關心公民運動的 包括青鳥我們沒有肚子 然後包括我看你在這個拆糧行動 他們有一次在基隆的宣講 你也有出現 然後你也去做一些街頭的訪問對不對 那我請教你 在今天立法院的這樣子吵吵鬧鬧 那主要綠營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一個 Bagger的手段 其實是擔心說選罷法 變成罷免的權利被剝奪的這一塊 那你今天是什麼樣的看法 其實在大選前 我們不斷的去跟支持者去溝通說 這一次大選真的很危險啊 如果我們國會沒有辦法過半會 如何如何如何 而那些預想也都在這時候發生了 那才會有現在的明月 那我現在已經用很超然的態度去看待 因為也挽回不了了 那很多東西都勢在必行 我們也頂多只能上街頭 然後去表達我們的訴求 可是青藥行動其實 對於很多平時不表態 自己政治立場的民眾 是有很大的意義的喔 因為在大選結果出爐 很多台派是被柯文哲的得票數給嚇到的 他們以為說4%4%小草小草 真正只是一小撮人 對 沒想到他們可以得三六九萬票 對 然後不分區還可以有八席 那青藥行動真的是讓 這些被嚇到的台派知道說 原來我不孤單 原來我不是少數 原來有很多人都跟我站在一起 那雖然我們必須面對 目前的選舉結果 可是我們還是可以持續的發聲 我呀 確實有 那像昨天 其實昨天晚上也有機會 那目前就是公民團體 他們只要覺得是需要站出來的時刻 他們去借路權 他們就會在網路上面發聲 可是這樣很辛苦啦 就是說他一次又一次 你看到又有這個法 又是跟台灣的主流民意 可能是背道而馳 然後又要上街 那可能下一次又會換別的 對 會 其實在521 524 528 528那一天的時候 其實524是人最多嘛 超過10萬人 524那一天公民團體 其實就有跟大家傳達一個訊息 528不會是最後一天 接下來會常常 街頭公民課 會常常開課 對 會常常開課 然後希望大家就下班下課 有空的話就可以來 而且我覺得整個活動 其實已經進展到 大家非常熟悉 以前很多人可能都搞不清楚 青少東路在哪裡 進南路在哪裡 出去幾號的捷運站幾號 從北車怎麼出來 探討室怎麼出來 而且我想其實像昨天 從6點到9點半 這個時間也不是太長 因為521 24 28 真的有一點點太長 那加上下雨天氣 很多人沒有辦法撐這麼久 所以我想如果它之後 真的變成一個常態性的活動 我想不會去讓民眾卻步 反而會覺得說沒關係 那就來吧 就是一種青鳥 它可能會無時無刻的回歸 常常飛過來 或者是飛到別的地方去煮草 但是我請教你 你對許巧欣 在這一陣子的新聞上面 他感覺好像自我要求非常高 因為他每天都有KPI要展現 我對許巧欣這個人 其實在他剛出道 就政治界剛出道 他還很可愛的時候 就有跟他接觸過 完全不同人 我是跟大家認真的說 他以前真的就是鄰家女孩 早餐店女孩的那個形象 然後說話也都很有禮貌 很有家教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好像在國民黨裡面煉骨 就被迫的人格整個扭曲 然後變成說他一定要做出一些 很激進的手段 那事實證明 因為我們在大選前 我也有去拍街坊 就是問松信區的選民 他們那些鐵籃真的很喜歡 許巧欣的問政表現 他們認為那些言語肢體 暴力甚至網路上面的霸凌 都是戰力的展現 所以為什麼許巧欣 他深得那些藍營選民的歡迎 那就他們的胃口 他們就是喜歡許巧欣 這樣子的去表現他的正義感 就雖然在我們眼中會覺得 那是很荒唐的行為 可是我相信 他今天踩蔡易渝的肚子 然後去跟王美慧嗆聲 在那些藍營選民的群組 一定是大聲叫好 一定是稱讚許巧欣 可是我覺得這個事情 因為他今天對上了兩個 一個是那個蔡易渝說 對 他其實也算手也算肚子 因為當下蔡易渝 他其實位置是比較矮的 然後他的手就放在肚子上面 然後就剛好踩過去 所以人家問他說 不然到底是自己落到哪裡 他就說就這裡 所以這裡有個示意圖在這邊 又是肚子又是手的位置 可是另外他有對上 另外一個人是王美慧 那王美慧就是剛不會形容的 也是綠營裡面的 也是贊神 那次那個你說什麼 豬大腸都敢摸了 徐巧欣為什麼不敢摸 對 然後王美慧跟他對的時候 徐巧欣有一種 我覺得那個盡頭語言 是的 2014年 他已經設定好了 設定好了 就是他當時跟那個 那個村 抱歉他初選跟 廢洪泰 他不是假摔嗎 對 他那一次假摔 我們都覺得說 大家都看輸假摔 你死定了你一定會輸 結果他贏了 他的演技之路就在那一戰開始 他知道說他需要在鏡頭前面表演 所以你看他採蔡宇的臉 跟他跟王美慧的臉 不是臉喔 不是臉喔 是肚子跟手 我說他正在採蔡宇的那個臉 那個樣 徐巧欣的臉 徐巧欣的臉 跟他跟王美慧的臉 是完全不同的人了 他知道說他要怎麼樣去 製造抖音的素材 所以現在國民黨的立委 他們都很愛玩抖音 所以說他王美慧的那個橋段 他們就只是截取 就是王美慧抓到他的衣服 然後就算看起來很可憐的樣子 然後光是這幾個畫面 他們可以做出15秒的抖音 然後再去擴散 然後就說綠營立委打人 然後欺負小女生 然後我們巧欣很可憐 這就是他們的劇本 他們的腳本 這樣子就是風險滿高的 就是說他可以這樣變 他也可以那樣變 變成你這個好像 大家拿他沒皮條 沒錯 王美慧 他其實要營造一個受害者的角色 因為兩個都是女性 兩個女性的時候 王美慧也長得比較 比較恐怖 南部人的鬼角 稍微粗狂一點 但是所以徐曉欣在王美慧面前 就扮演所謂的受害者角色 他面對我們蔡玉 就要扮演戰勝者 戰神的角色 要把蔡玉踩在地下 那我要跟那個徐曉欣講 拜託 我們蔡玉的肚子又大又圓又有彈性 其實他的身體非常重要的標記 如果說有保險的話 蔡玉的肚子是要去保險的 他等於是他從政以來 他整個的形象裡面 非常重要一環 不是你隨便踩的好不好 蔡總統會抗議 我叫他減肥 對 他還是認證 蔡總統認證又大又可愛的故事 蔡玉現在面臨最大的威脅 其實是死刑 因為中國講反台獨法 他說最重判死刑 然後他講冷笑話 最重 重量很重 我幫大家補充 冷笑話 最重快死刑 所以全台灣立法院裡面 最重的就是我們家在蔡玉 所以不是你虛小心 是隨便可以踩的 對 我道歉 第二個就是麥玉珍 我們講到麥玉珍 那一張還活在他的火龍果的 悲傷舞步曲 對 記者會不知道哭什麼 你做錯事就做錯事 道歉就道歉你哭 所以他還留在那個悲傷舞步曲 還出不來 所以沒出席 沒出席 沒出席就沒出席 你叫什麼才自然 我說真的 我做助理30年 我30年在立法院混來混去 從來沒有看過 這麼囂張的助理 你不要覺得你是黨團主任 你就是助理 你領的叫做助理證 你不是領委員證 你不是領議事人員證 議事人員是公務人員 不是助理 助理就是助理 助理是勞工 我們有助理工會 所以你領的就是助理證 你怎麼可以在委員會裡面 開直播 還跟立法委員嗆聲 那個是高精不在 如果高精不在的話 任何一個被他嗆聲的立委 馬上請主席才是 議事人員請出去 請出去 對 我們以前都被這樣對待過 因為我們就是助理 如果委員看到我們 他們在那邊打 看到我們說 你怎麼在那邊繞繞去的時候 他是可以叫主持人 叫主席把你請出去的 結果不但沒出去 還在那邊跟立委叫囂 你是那麼想當立委嗎 你那麼想當立委 你那麼想當立委 你先錯過這些人好不好 19名 對 前面有18同仁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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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年一輪 2年一輪樓滾不到他 超級有18人 18同仁證 你怎麼打 你怎麼罵 你罵你們董事 這18的好不好 你想要當立委 你就去罵這些人 把這些人鬥掉 你去找立委 民進黨的立委去罵幹嘛 沒意義 但是他為什麼這樣子 因為民眾黨的其他立委 沒出現嗎 麥玉珍不在 有看到黃國昌嗎 沒有 有看到黃珊珊嗎 沒有 黃珊珊在這裡 黃珊珊在哪裡 黃珊珊在寫臉書 反對 台灣民眾黨反對 提高罷免門檻 光寫 他還說 下面有人說 你那邊弄假的 你們都會假投票 你們都騙人 他就說 我們會去進場 會投票 會討論 有心人不必潑髒水 有進去嗎 沒有 有人嗎 麥玉珊呢 你們其他立委 沒有 有討論嗎 沒有 對 你們派一個陳志來 不是立委的人進去 所以誰在潑髒水 陳志來在潑你們髒水 我在跟黃珊珊講 你們不要歐龍誰鬥 反對提高罷免門檻 罷免的程序有三項 提案 連署 投票 任何一項去提高的門檻 去干擾了連署的進行 都叫做提高門檻 你不要嘴巴講說 反對提高門檻 實地裡面 你要連署的時候要身分證 這個對公民的罷免權傷害更大 好 有關於修法的細節 我們等一下細部來討論 我們現在要連線給民進黨立委 王定宇 委員我請教 因為早上的衝突 我們剛剛有聊 但是我想要請教的是 下午的演變比較特殊 是因為國民黨想要弄在 教育文化委員會 來審內政的案子對不對 可是你們先提前 你們到了內政委員會 然後意識人員 也是在內政委員會 現在我看到國民說的 說要報案 說要提高你們報案的內容 叫做你們是什麼 綁架議事人員 我有請教你這樣子 這個案會成嗎 他們如果承認自己是草包的話 大概就不會被反控誣告 我先把今天發生的事情 概略跟大家報告一下 今天其實是因為藍白聯手 要沒收人民的罷免權 沒收人民的罷免權 去侵害人民的權益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民進黨集中力量 希望能夠阻止 這樣事情的發生 因為當人民一票一票 選你當立委的時候 不是讓你來擴權 不是讓你來限縮人民的權利 所以現在國會藍白一面 把自己權利放大 一面被人民監督的權利 它把你縮小 所以這是標準的濫權 不叫改革 所以今天在表定要開會 公告要開會的地方是 紅樓202會議室 也就是內政委員會 開會時間是上午9點 到下午5點半 那我們都知道 立法院的開會程序 跟地點有關 跟時間有關 跟程序也有關 我舉個例子 當年太陽花 為什麼學生衝進去議場以後 張慶忠的二讀三讀 就不能進行了 因為我不能把那個法律 拿去喜萊登飯店唸兩遍 就叫二三讀 他必須在那個法定的場域 除非主席或議長來到議場 公告宣告變更會議地點 這個時候才能移到另外一個地方 去開會 所以他有一定法定的程序 那今天下午的時候 國民黨先去借了在群賢樓101 也就是教育委員會的會議室 他借了那個會議室之後 其實他們的招委高金素媒 應該要回到原來他公告要開會的 紅樓202內政委員會去宣告 說我們變更會議地點 變更到哪裡 他可以這樣做 結果他沒有 他進不來 他進不來之後 他在走廊上就用喊的說 我們現在改地方開會 我當場就告訴他說 如果在走廊這樣宣告有效的話 你不用過來 你在康園吹冷氣 在外面咖啡廳吹冷氣 你就可以宣告變更了 宣告必須進到會議的場域 才能宣告變更會議場所 那議事人員是跟著議程在走的 議事人員是服務議程的 所以當你公告的會議地點 會議時間是在紅樓202內政委員會 今天高金用了一個無效的 非法的宣告 另外外面開了一個委員會 那就叫議事人員過去那裡 其實這是不合法的 議事人員必須在主席進到議場裡面 宣告變更地點 那這個時候議事人員當然可以變動 這才是一個完整的合法程序 否則大家想想看 我王定宇當招委 我如果找三五個立委好友 跑到旁邊找一個咖啡廳坐著 我就宣告開會 還把議事人員叫來 就完成國家的立法 你就會發現 這根本是不對的 所以不符合合法程序的立法 這樣是無效 就這樣無效之後 他們沒有進來宣告 想用私底下打電話 把議事人員叫去另外一個場域 那他們叫不過去 叫不過去 王鴻威就說要去中正一分局報案 剛才他們又一群人跑到地檢署報案 要告這個什麼妨礙自由 限制行為 綁架等等 對 坦白講 我剛剛還親自請這個內政委員會的 議事人員吃炸雞 他們不是我們的肉票 他們是國家的公務員 他們在裡面是在盡忠職守 違法亂記的是跑到外面開個委員會的 所以我們有開玩笑啦 今天高金找了一群人跑到外面開 就可以完成立法 那個叫違政權 你不合法的立法 你在那邊弄的東西 那怎麼可以讓人民遵守呢 更何況這種違法的過程 是要沒收人民的罷免權 所以下午他們一直要更改地點 後來大家仔細看 立法院的內政委員會的直播 一直是停在202 並沒有到他們那個違政權的101 第二 我們的議事錄的記載 也記載在紅樓的202 沒有記載到群賢樓的101 然後議事人員沒有過去 他們手上也沒有議事錄 也沒有所有的內容 就變成在那邊演講比賽 做了一場表演像步道大會 然後自己還宣佈散會 然後回過頭要告議事人員是被綁架 坦白說國民黨要鬧的笑話 一波比一波還高啦 但這個笑話證明的是 你們完全不了解 國家立法的嚴整性 然後只是想要擴權 想要沒收人民的罷免權 什麼都敢做 現在連綁架議事人員這種 都敢去告 浪費司法資源 枉費擔任國會議員 所以這下午發生的過程 大概是這樣子 委員 因為傅崑奇總召他有講 我們國民黨要開會 我們要程序正義 他說我們沒有什麼特定的立場 沒有一定要過這個版本 或者是過那個版本 他要的就是要有實質的討論 他現在搬出的是這一套的縮帖 你信不信 我跟你講 國民黨的要開會 跟國民黨的不要開會 國民黨的要發言 跟國民黨的沒收這個發言 目標都一樣 都是在擴大立法委員的權利 限縮人民的權利 民進黨在議場也好 在委員會也好 我們在做的是 維護我們憲政秩序 維護人民的權益 所以今天傅崑奇在那邊講說 他們要開會 要討論 我們都覺得很好笑 他們的版本到現在 弄得亂七八糟了 今天還有一個小插曲是 民眾黨的黨團的幹部 黨工跑到了202的會議室裡面 而且他是拿著手機 很不客氣 拿著手機 盯著在場民進黨委員的臉 在那邊直播 然後這邊講說 這些人是薪水小偷 坦白說 今天因為有人要偷走 人民的罷免權 有人要盜竊人民的權利 所以這在立法院議事的攻防 常常發生 我們當然停下 其他委員會的運作 集中人力在202內政委員會 希望擋下這種擴權 沒收人民權利的過程 然後民眾黨的委員沒有進來 反而黨工跑進來 然後他在直播的時候 在那個會議空間 沒有半個民眾黨的立委 他竟然可以說在場的立委 叫薪水小偷 我知道陳志涵 可能是不分區排在後面 他現在在實習 希望前面能趕快 要詞一詞換他進來 但我必須說 他不是立委 就不能在委員會裡面 這樣子的發言 而且他後來做了一個 很誇張的動作 他轉過頭要接受記者聯訪 在立法院的委員會裡面 轉過頭讓所有的記者 都麥到他眼前聯訪 我們好幾個委員當下說 從來沒有在立法院的委員會 看過黨團的黨工 用委員會開記者會的 那簡直是太誇張 然後後來黃國昌 開記者會去聲援說 麥玉珍是要開會啊 是你們民進黨這些人 像王定宇 你在國防委員會 為什麼跑去內政委員會 那是你的工作嗎 黃國昌招委 我必須跟他說 你躲在那個主席台議場 傅崑奇的後面 幫忙守門的時候 那是你的工作嗎 當國民黨在國會濫權法案 沒收我們 不管是沒收人民的權利 或者是擴大濫權 立法委員的權責的時候 在表決終止討論 停止發言的時候 你有沒有舉手呢 所以當他們占領議場的主席台 當黃國昌 幫國民黨的傅崑奇 韓國瑜顧後門 在那邊直播的時候 他怎麼不問一下自己 那是他的工作嗎 而我們今天 不管是在司法法治委員會的 中嘉賓招委 在經濟委員會的邱毅營招委 或者像我是在國防委員會的招委 我們把委員會暫停 然後全部到這個內政委員會 是因為我們國家遭遇的 非常重大的危機 就是藍白聯手 要侵害人民的權利 要沒收人民的罷免權 這是很重大的事情 所以我們停下所有的事情 去支援這個事情 我們還是在議場 我們還是在立法院 做一個立法者該做的事情 民眾黨要問問自己 為什麼你們八個都不見淡 通通只在臉書出現 只有黨工出現在會議廳裡面 你們的八個立委都沒有出現 好意思說薪水小偷 我們對抗的是 盜竊人民權利的小偷 所以今天在立法院 今天先過去了 下禮拜 我估計禮拜一 禮拜三 禮拜四 應該在內政委員會 還是有一番硬仗 好 非常謝謝委員 我們的這個燈光 真的是燈光美氣氛家 把你拍得超帥的 謝謝 好 來 明星哥 我請教 因為就是說 今天看到這樣的狀況 我看你的意思是說 幹嘛要假動 綠營幹嘛要假動 就來討論 是不是這樣 可是就討論的部分 其實剛剛定委員講 你們已經之前破壞了信任了 你們就進場就沒討論 他怎麼會相信說 你這次說會討論就會討論 我第一次先講一下 剛剛3Q在說 其實今天是民眾黨團主任 陳志涵 依照這位主播 你剛才說陳志涵 陳志涵 沒有 他是陳志涵 他是唸陳志涵 我剛才聽說 館長 如果照理立法院 我們是怕大家誤會是館長 所以我們只好唸陳志涵 你只好唸歪掉 陳志涵 教學一下 那他其實是陳志涵 直播因為當作理講 現場直播好不好 當然有討論空間 我如果現場我覺得比較好說 你跟香火龍果請大家吃 有香 後來有香 退退火 火龍果其實現在正式殘忌 我問你中央 你都給我牽著白尾 火龍果人要補充一下 就是說調降罷免的門檻 上一屆有提過 綠營有提過 這一次提是那個誰 徐宇珍 五月的時候提 應該是提高吧 提高 調高門檻 所以那時候提案的時候 那時候提出來是延續的一個概念 我覺得此時此刻黨團 國民黨團禮拜二也有開過黨團大會 認為我先講結論 此時此刻不移動 不移調高門檻 第二個 原先如果要討論的話 就說今天也不會讓他出委員會 謝謝 咱們去公寧會 今天都討論 大體討論 因為今天不是只挑高門檻的案 吳秉瑞有一個案 就是說避免腐爛 死亡連署 西郎連署 如果假設吳秉瑞 他的說法是說 他希望身分證的換證日期 不用給身分證 只要註記你的換證日期 是說那個check的工作 我說只有這兩個案 還有好幾個 吳秉瑞說不想要變成 對 我說今天除了 今天除了這兩個之外 也還有好幾個原住民的案子 這樣可以討論嗎 跟一般民眾比較 跟一般選民比較沒有息息相關 沒有 我覺得因為已經有一個 非常慘痛的經驗之後 所以才會造成說 為什麼現在在委員會先處理 我講結論就是說不會碰門檻 為什麼 真的嗎 時空環境不一樣了 兩個變數 第一個 他們說不會碰門檻 第一個 黨團大會有說 所以今天布崑奇總長有說 沒有預設立場 其實沒有預設立場 真的嗎 我說為什麼 兩個變數 第一個民眾黨不支持 你說邁裕正有沒有出現 如果假設今天要表決邁裕正 所以現在你們方向轉了 你們要針對身分證的部分 我在講完第二個變數 是因為外在的環境變數 因為此時此刻 謝國良的罷免如何如荼進行當中 對 有可能過關 過關的時候 倒票的時候 可能是白月九月 九月倒票 今天你把他通過出審的時候 你不管出審通過 調到門口或進入讀 你是在揪著謝國良 第一個當出去人提 不是為了謝國良良聲定做 這屬性 可是現在時空環境不一樣 第一個 民眾黨沒有站在你這一邊 你為了修法 又把民眾黨逼到綠雲那裡 不必要 我們定調一下 所以你說你不調高門檻 這不是我個人意見 我問過黨團 你說黨團定調結論 不調高門檻 另外一項是什麼 就是說從嚴家演 就是說剛剛講說 所以你們是要生政政嗎 避免 避免浮爛連署這部門 死亡連署 你要怎麼避免 我就說 要怎麼去調 譬如說吳秉鶴那是說 把身分證發證日期下去 我覺得這樣 就是說總統 政府總統選爸爸 有要放身分證上去 有人認為說你現在 如果光立委的 層級的那個選爸爸 就要把身分證放上去 太嚴格 你如果不用 就說如何加嚴 如何辨識說 不要讓連署浮爛 不要連署 不要死人也連署 重複連署 這個怎麼去避免 就這一個 我覺得這個是有討論空間 你如果連署也沒有討論 我覺得太嚴格 所以這個是動機上 不要講說動不動 就閹割 閹割民權 閹割罷免權 我覺得這太過頭了 你如果說現在要閹割罷免權 過去民眾都拿滾了 那個不是閹割罷免權嗎 所以讓他實質討論 是這樣子 簡單回應 國民黨的說辭 一直在講說 因為上一屆也有提高門檻 上一屆提高門檻的時間是什麼 就是2021年的10月底 那個時候發生什麼事 就陳伯偉被罷免 事實上就是這樣 所以你要把那個拿出來一起講 當時提案的人是誰 包含賴委員等等的是 可能就覺得說 你這樣子弄下去 會不會遍地瘋火 但是柯建銘總召有出來講話 這一段國民黨的民意代表 他們都不會去解釋 柯總召出來講說 我們不能因為被罷免掉一個人 而且那個時候 我到現在都還不是民進黨 我們不能因為有一個委員 被罷免掉 然後立法委員們就修法 讓大家不能罷免 對 他講的是一個立法院的高度 所以那幾個案子有沒有過 沒有過 不然民進黨要過 那個時候就過了 然後輪到大家在這邊 吃聲吃嘴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那個修法的原因 不好意思我害的 然後有必要的話 我可以去到處澄清 這第一點 第二個 這個他在講說提高罷免 這個叫什麼 連署的方便性 或者是增加連署的精確度 我先跟他講 其實你罷免權這件事情 到底是調高還調低 就兩個維度 第一個是門檻的高低 是趴數 第二個就是連署的難度 你是要升加契約 蓋手印 然後本人拍照 韓式美容裝 這樣子才算一份連署 他當然難度就超級高 你可以在路邊吃陽春麵 或者是跟超商合作 按iPhone的那個 就可以罷免人家 這樣子就是門檻降低 所以今天我們在討論的事情說 我如果要這樣 我不調 我不放門檻 但我增加連署難度 實際上還是某種程度 剝奪罷免權 以前有一個人叫黃國昌 現在也有 同名同姓長得很像 但講話內容不一樣 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個人 那個時候給他一個名詞 超級難聽 就做這個叫 戒嚴罷免權 意思就是你如果增加連署的難度 叫做把罷免權直接戒嚴起來 那個黃國昌 因為後來消失在台灣 大家騙尋不著 後來有一個同名同姓 長得很像的 要講話內容都不一樣 所以今天邏輯很簡單 就是到底是把人民 就是我讓你簡單一點 今天立法院選法結果是 讓人民更好罷免 罷免門檻當然可以討論 內容制度可以討論 但我是讓你更好罷免 還是像陳玉珍一樣 把手伸到臨場佐的口袋裡面 去找小長佐 找到了 然後把你的罷免票 抽出來丟掉 到底是增加還是減少 我想人民都在看 好 因為柏惟你是有切身之痛 還好 但是我們以公民的身分 家純 你怎麼樣來看 剛剛聽到李明賢說到 死亡連署 對 我還特別在Google一下 李明賢到底哪一個黨 原來是國民黨的人 自己出來講死亡連署 你知道嗎 剛剛他在講話的時候 我們很難得我們三個一致 來導播給我們一個鏡頭 我們三個都在幹嘛 點點頭 對 因為在2018年的時候 國民黨去發動的連署 死亡率大概就是2% 也就是說連署名單 100個人裡面有兩個人是死掉的 但是國民黨就是很神奇 國民黨的組織 就是有很多的死亡名單 可以讓他們當這個連署的人數 2%是低的吧 2%滿多的 50個人就有一個人 柯南的連署書好不好 我去簽了要50分之一的機會 會不見 這種50個人 柯文哉助力的人說 超一超都去罷免 3Q的都去超一超的 生前最後一簽 怎麼可能 裡面那個死亡也包括 是說死人去簽的 對 有那個過去很久 就是拿別人黨員名單去簽 那個人其實已經忘記了 那個時間點不可能從棺材裡面跳出來 對 所以是別人拿舊的黨員名單去操的 這會被勾病 對啊 所以就是也是很感謝我們明顯議員 有特別提出 國民黨非常特殊的技能 這也不是國民黨技能 我說有這個現象 你不要講說國民黨 這通案 通案 沒有沒有 2018年公投的時候 國民黨連署的案子就是這樣 對 50個就是有一個是死掉的 對 非常的感謝 不過為什麼會知道是2% 我要講的是說審查 不要忘記還有一個審查機制 中選會或者是地方的選委會 都會針對這些連署名單做審查 有沒有被剔除出來 如果沒有被剔除出來 就不知道是2% 所以我們要相信現在的選舉制度 它其實也是有一個審核機制 其實背後還有一個審核機制 對 所以為什麼這一次的公民團體連署的時候 要衝到4萬份 就怕被刪掉以後 他們還要再補件 這才是最大的關鍵 因為他們現在給一個說詞 就是說 卡蘇公我是10萬票得票 然後當選的 可是你怎麼7萬票 就把我罷免掉 這樣不公平 可是大家不是第一次來選舉 也不是第一次來看選舉的內容 所以佳淳 他這個內容當中 基本上你要看看大選的投票率是多少 然後罷免的時候的投票率是多少 那當這個東西被思考進去之後 國民黨的現在稍微不再看這個東西 我覺得他們應該是裡面有兩派聲音吧 一派希望可以提高 然後至少大家舒舒服服的做完這4年 然後下一屆再說這樣 但是有另一派可能會覺得說 哎呀那我們還是做點事情 然後把社會就弄得亂一點 然後那個美光燈不能夠總是 民眾黨沒有用的巴西給獨佔嘛 所以這一次也都是國民黨的立委 在發表這件事情的看法 而且他們也算是一種鼓動 大家去反對青鳥行動 因為他們找不到一個失利點 去對應說 哇原來在沒有組織沒有資源 沒有動員沒有遊覽車的情況下 真的有10萬人上街頭 那我們可以做點什麼 來再去刺激他們去做出一些不理性的回應 那我覺得提高罷免門檻 確實是真的會讓青鳥行動 所有參與的公民會非常的神奇 覺得說我們青鳥行動接下來的下一步 的確就是要把一些 五五波的立委選區的名單給抓出來 最著名的就是葉原資嘛 那其實還有好幾個 真的有一整半的不待 對還有独權集啊 然後一個三千票的是誰啊 丁學忠啊 很多很多 其實好幾個 那國民黨的意圖就是希望把青鳥的火 給交習啊 那你覺得他們現在在做事 在交習的行為嗎 我覺得他們在打架 我覺得他們裡面有兩派的人在打架 就是到底要不要動 這個罷免門檻 因為動了真的很難看 就是輸不起 沒有他動了可以 可是現在第一個犧牲的就是你們市長 可是動與不動謝國良都一定死的 一定下去的啊 動與不用再救了 如果你很猶豫的地方是 謝國良怎麼樣 不用 他一定死的 保證死 絕對下去 但你覺得是說 不管動與不動 他這個罷免案都是很危險 一定會過 一定會下去 可是我也要跟謝國良說 因為國民黨的生態不一樣 他跟我們這個現實世界是 不一樣的地方 你看看上一個被罷免的韓國瑜 接下來怎麼樣 休息了幾年 對 就重回立法院當龍頭 當院長 舒舒服服的 所以我也是 要跟謝國良就是勉勵一下 就是被罷免掉沒有那麼難 沒有那麼難過 在國民黨你的前途似井 祝福你 他好像也有在鼓勵你的意思 不同黨 他剛剛是說國民黨的才有 國民黨才有 國民黨才有 我先請教朗東一個狀況 因為我們講說 在謝國良的這個事情上面 許小新其實上個禮拜就已經在講了 他在講說 我們會有100位的政治任務可以投入 接著 不曉得 許小新現在位階已經高過黨主席了 是不是 黨主席後面的思考也是往這邊走 但是 但是我們來看 這個為了要挺謝國良 做到這個程度 我是覺得稍微離譜了一點 許小新講說 我前男友 通常已經結婚的人 比較不會把前男友搬出來 他就說 他前男友以前 在這個Net打工的時候 說Net的衣服都會 都弄在地上 然後再 就是再拿起來 再一件一件折 他說他男朋友有 前男友 前男友有潔癖 所以不能夠接受這個部分 他還自己講說 不知道這樣子講 會不會被Net提告 還裝灑白田的這種部分 他為了要挺謝國良到這個程度 我覺得這個路數有點稍微 對 這路數就很怪 就好像是說我要罵謝國良 我也不會說什麼 我前男友在微風怎樣怎樣 沒有必要去講這個事情 因為這個所謂的罷免是完全無關 Net他也說 他現在完全沒有這樣的一些管理狀況 如果以前 如果有這個管理這樣的狀況的話 現在都已經改善了 所以他也沒有要去提告許小新 至於這件事情有或沒有 其實大家也不知道沒辦法證實 但許小新這麼做 他反而想起他過去各種的這種造謠 被告等等這些事情 他等於就是把仇恨值拉在自己身上 他拉在自己身上就算了 因為仇恨就鎖在中性 結果他禮拜天的時候還要去基隆 再把仇恨帶到基隆去 所以等於是他把仇恨吸來自己身上之後 在火同照照康王文威等人 帶到基隆去提醒基隆人說 謝國良跟這些討厭在國會擴權的人 是同一班人 這個其實對於謝國良來講是絕對不利 所以謝國良陷入了請鬼拿藥單的狀況 他去黨中央搞什麼四方會談 還是什麼四方聚會 四方聯盟 反正分得很細的 又分什麼國民黨 立院黨團 國民黨黨中央 基隆市政府 基隆市議會 還有一個議會 對 就硬要湊到四方好像很厲害 就是朱立倫 他為了明年要選黨主席 就搞點事情 謝國良被犧牲 朱立倫也無所謂 反正到時候這個敗仗是沒錯 但到明年的時候選辦法 他現在不是要把他變嚴格了嗎 要復身分證了嗎 就罷免不了 朱立倫就說這是我的功勞 雖然謝國良這一戰很委屈他 謝國良同志犧牲了 可是我們的立委就保住了 我們這個選辦法有調整過了 然後傅崑奇 許曉青 趙浩康等人 都可以因此來增工 所以他們都是為了自己的政治聲望 特別是為了明年的黨主席 再做這件事情 然後最新的消息是說 他們下個禮拜一 立院裡面的黨團 說他們不審許以珍的案子 改審吳秉瑞的案子 吳秉瑞他也說要策案 對 那策案你還硬要審 他就已經不堅持 自己想一想就覺得 那個立法院的議事規則 可以我策案 然後你還說不行 你這個版本太棒了 我們要審你這個版本 有這種邏輯嗎 如果這樣會變成無案可審 他是不是要再經過程序委員會 然後再排進去 要要程序委員會 要在大會的一讀會 那禮拜一要審什麼 禮拜一還有原住民 不是啊 他不是說那個 拉高門檻的提案沒有排了嗎 他還是有其他的案子 因為其實坦白講 第一個 高金當時在做這個操作的時候 不好意思 又繞回來 高金當時在做這個操作的時候 就是把原民的案子 拿來跟選辦法要一起討論 這個在過去 我不敢講高金一定這樣想 但是過去這個叫做包裹 包裹副委 又一種叫做人質法案 就是當這兩個民意性 相當的時候民進黨 背個這個他就會說 你是不是不照顧我這一個 我不只高金 就過去 像國民黨的時候也有 民進黨要廢考堅 國民黨就把18歲包進去 然後當民進黨說 國民黨要說這個考堅不用的時候 民進黨就說 你們是不是不顧18歲公民權 這是工坊的一種 但是他如果今天這樣子做的話 就表示沒有要忙幹 沒有要忙幹 就變成今天的事情是什麼 其實今天的事情叫做 拔草側風向看民調 就今天我弄一弄之後 大家群起激憤 罷免為什麼不提高門檻 我們要站在國民黨那邊 民進擔不倒 台灣不會好 我跟你講禮拜一就排了 所以今天就是蠢蠢的 拔草側風向 那高金素美一定 我坦白講我看高金的 整個過程裡面 他會覺得說 沒台沒錢 用這個給我補 他可能會用中文 或其他的方式講 他的意思就是 其實哪有 這件事情你看高金的表情 他都覺得根本沒有必要打成這個樣子 為什麼要浪費我當招委的時間 他本來甚至是說身體不舒服 也不想出席 對 他本來就是要翹頭了 因為後來是因為6比6 然後如果少了他這一席的話 會影響到相關的結果 所以他才調整了他的 因為高金他本人不怕被罷免 副國際跟許小星 這些人他們比較怕 高金素美他們沒有比較怕 副文綺也不怕 選爸爸原住民 沒有 這個邏輯是這樣子 對高金來講 這三天看下來 他就是我沒有要玩 你們要幹嘛幹嘛自己去 然後就跟當初那個 跑出去的那個 我們之前在聊韓國瑜的狀況 韓國瑜說不開了不開了 結果被副文綺嫁回去開會 這個高金的狀況就一樣 他都已經說我身體不舒服要請假了 你知道我公聽會那天是發生什麼事情嗎 什麼事 我要上去講之前高金突然走進來 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辛苦了 昨天的事情而已 對 然後高金出去之後 我才發現副文綺在門口看 高金本來昨天就沒有要進去 結果不是一大早要跟大家講請假了 他被副文綺嫁回來的 你覺得是有這個味道 一定是 所以他才會連續兩天都在排這個案子 縱觀我們這幾天上過的各大節目 然後跟不同的民意代表 聊的結果就是 籃影自己也沒心再推 搞笑是不是 自己也沒有要推這個提告門檻 他們就只能在那邊 我們連署是多一點 多一下身分證字號 多一個什麼東西 然後講到這個 私底下廣告時間關起來 他們說那不會過 說好了 那你幹嘛要吵這個 不是 他們擔心 他現在就是因為已經 現在反而是綠營的在擔心 他們會不會說話不酸話 因為有這個紀錄 不是我說他們的擔心是說 他們擔心說 現在我做這麼粗糙 民眾會怎麼看我 我的民意要調到什麼程度 對 這個就是在幫謝國良天才火而已 因為這個在提案之前就跟你講 不要去調這個東西 不然會有輸不起的印象太重 那謝國良天才火 你覺得徐曉星講那個 那頭的事情有沒有天才火 徐曉星是一回事 徐曉星因為他是從 他一直 徐曉星的故事很長 反正徐曉星他的從政的過程 就是用仇恨值建立支持度 我打民進黨 所以國民黨會挺我 我打費用太 所以反廢的會挺我 他都是用這種方式在建立的 所以徐曉星他一路一路 就是吸收仇恨值 以建立支持度 這個只能在 敲敲板的狀況可以成功 就是說台灣只有兩個大黨的時候 所以像黃國昌 是不是仇恨值第一名 黃國昌仇恨值第一名 民眾黨沒有支持度第一名 為什麼 因為他吸的仇恨值 仇恨值吸完了 後面沒有人支持他 理論上他去做憲法的抗辯 違法亂政 國外改革 理論上憲法學者要佔 至少不要一排 至少佔三分之一排 他後面一個都沒有佔 你不覺得很奇怪 所有挺黃國昌仇 都是不認識憲法的人 他們就 現在是在抗辯什麼東西 不懂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徐曉星在做這件事情 其實他徐曉星畢竟 他是松山信義區的 對 他跟基隆唯一的連結是 基隆也有個信義區 不然我找不到了 所以你叫徐曉星去 屈隆幫忙 不管是反暴或是幹嘛的 我看不懂 不過我覺得 朱立倫 你看大家都把朱立倫放太後面 朱立倫也太熟 當初要罷名 我也是朱立倫在弄 朱立倫歷史上 做得最好的政治活動是什麼 你知道嗎 歷史上最有名的政治活動 可能會被寫到課本裡面去的 就叫做 拆換柱 如果洪水有在討 大家就知道 朱立叫條子 換他叫牛 所以今天他會跳條子 一定會跳牛 所以今天一個開個會 開個會之後就講說 來來來 我們今天怎麼辦 我前面什麼 後面有張亞中 前面有韓國瑜 右邊有傅崑奇 你都不想讓我選總統 我犧牲這麼多 我新白的牛 給蠔友誼 我沒要算了 好像棒會為嫁人開始 要把國民黨燒掉 北章 謝國良 派林濤回軍北上 他們就開個會 來來 酬恩度最高的是誰 許巧鑫 明天去宣講 還有誰 酬恩度還有誰 羅志強 後天去宣講 把所有酬恩高的人都推過去 大家要知道 今天不是選舉 不是說我跟浩漢選 比較喜歡浩漢投給他 比較喜歡我投給我 今天是罷免 他現在弄下去會變成 你討厭許巧鑫 罷免謝國良 討厭羅志強 罷免謝國良 討厭黃國昌 罷免謝國良 討厭柯文哲 罷免謝國良 謝國良坐在家裡 傷無可戀 拿著一杯紅酒在那邊咬 雪茄藥點不點 點下去 整支在煙灰缸燒完 沒有心情抽 我怎麼坐在家裡 然後民調一直往上爬 到底怎麼辦 你可以告訴我他的智商 他覺得國民黨都在幫他 他很開心 然後旁邊的幕僚還跟他講 你如果待會兒有喝的話 不要開直播 這是謝國良的心情寫照 不然他們怎麼 謝國良現在 因為他們藍營有很多的縮帖 比方說謝國良他沒有做錯事 然後比方說 你如果要罷免我這邊 我就反而我會去罷免 你們的基隆議長 洪志偉 這樣的一個部分 像是在罷免的這一塊 你也有去深入基層 你有去聽他們的心聲 其實因為我之前在演藝圈工作 我們很常會遇到一種假房 一種廠商 老闆他找女藝人代言的時候 他其實就是找自己的偶像 自己心儀的女神 然後來請他出席活動做代言 那目的是什麼呢 其實目的跟整個公司的行銷策略 跟預計的KPI都沒有關係 為了是什麼 我們都會私底下說 這叫做新郎新娘照 就是為了記者會那一天 可以在漂亮的背板 很華麗的燈光 然後女藝人就是代言人 然後跟男老闆 然後會有一張合照 那我們這邊就有一張合照沒有錯 誰跟誰的 就是我們那個謝國良跟安心亞 有沒有看到這個背板 非常紅的喜氣 然後後面還有個最愛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細節 有沒有看到 最愛 謝國良 安心亞 所以謝國良這種行為 在我們演藝圈的人眼中 就一眼就識破了 他就是喜歡安心亞 然後他就是用基隆 我跟你講 他拿了他編了多少預算 他編了1200萬 1200萬 是喜歡楊寶針的10倍 因為金額差不多是10倍 這1200萬 然後去編列這個預算 而且我們真的都沒有 因為雖然謝國良有出來說 沒有 我1200萬 也不是全部給安心亞一個人 當然不是 因為還有一些 可能公安公司的錢 你做這個最愛 紅色的喜氣行的背板 也是要錢 實際上內容是什麼 邀請知名藝人或虛擬偶像 作為城市代言人 配合出席本市各項重大活動 見面會 推廣活動等 行訴本市陽光活力之港灣城市異象 那截至到現在也半年了 安心亞就出現一次 然後在公車的刊 有發個文 剛剛因為有講到虛擬偶像 誰呢 你們知道虛擬偶像是誰嗎 楊寶針 他也是虛擬偶像 他也是虛擬偶像 因為 他沒有實際出現過 他是虛擬偶像 他也是 他一個月拿11萬 楊寶針是什麼 VP嗎 他一個月拿11萬 然後就是 有一個活動 然後就 上去稍微一起剪裁一下 對 講個話 對 那 但是不過 我們 以我這樣查 就是楊寶針 就沒有跟那個 謝國良有那種 紅色喜氣的背板 然後上面寫最愛 你們真的要去看 價碼還是有差 而且我們真的要說藝人出席活動的價碼 你說一線的藝人 他如果要去精品品牌 記者會出席一次 大概就是幾十萬 上百萬 可是你說代言 那要看產品 不過如果說 以安心亞的狀況 十個月的代言期 一千兩百萬 其實真的是 有點太多了 而且目前來說 也沒有看到實際的效應 然後最大的受益者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 新郎 新娘照 請後字 一定要再把那張叫出來 因為取景真的很重要 我們再給大家看一次 我們到時候 我們放大張的 這樣比較清楚 對 新郎 新娘 最愛 你知道嗎 最愛這個是很重要 通常我們公安公司 在做背板的時候 都會考量到 男女主角的身高 然後不能夠擋到後面的字 所以都是很精心安排的 所以我想承接這個活動的公安公司 謝官應該有給你一個大拇指 讚 我覺得嘉純給我們一個 蠻不同的切入點 因為他是透過演藝圈的角度 然後有一些廠商 他們的思維 老闆喜歡誰 然後就要找誰 真的 你會去看說 為什麼這個代言活動 女藝人一定要穿白紗 為什麼女藝人一定要穿這個 跟產品一點關聯都沒有 其實就是 就符合這個老闆的喜好 因為他就只是想要為了那張合照 我總是要先確認說 這個跟基隆有可能稍微的關聯性 或者是怎麼樣 不然的話 你的曝光等等 都要做一些連結嗎 沒有沒有 安心亞是哪裡人 跟大家報告 台南人 完全沒有 我相信基隆出生或長大 或現在住在基隆的藝人也很多 真的不一定一定要找安心亞 而且不過我們謝國良市長 他愛亂花錢的市集 也不是只有這一樁 他還有編列五千萬預算 要去坐鴨子船 結果發現基隆港 根本不能夠下那個鴨子船 還好他還沒買對不對 他只是編錢而已還沒買 他就編了 就在跑程序了 所以他是還是會買嗎 我們已經提醒他說 但是我不理解說 為什麼那個基隆港 下那個鴨子船是不OK的 沒有 因為基隆港的 過去他應該是講 基隆港他是商港 所以他受到上港法相關的一個限制 所以你今天要做這個 船隻要下港的時候 其實都要經過航港局 跟港務公司的相關的一個同意 才有辦法進行 但是因為鴨子船 它的形體比較特殊 其實在上港裡面 大家可以知道 如果最近來到基隆 會看到非常多的郵輪 或者軍艦 這樣的一個進出 所以進出的時候 其實鴨子船開在這個港區裡面 其實很容易造成安全上面的一個疑慮 所以你知道這個鴨子船 現在就市政府的討論來講的話 他只能在正面漁港小小的一圈 下去大概五分鐘就可以上來了 所以我居然會挖了這個五分鐘的時間 然後去買了兩艘五千萬的鴨子船 所以其實這一件事情 也讓很多人很荒謬 所以我在議會的時候 我也開玩笑跟大家 跟謝廣長講說 你買這兩艘鴨子船 到時候會不會變焊鴨子 因為他只能在路上走 他不能下海 所以其實說實在 就現在我們所了解 像前一陣子 市政府跑來向議會 來報告這個案子 他現在已經講了 現在預估大概兩年 他只要市府經營兩年之後 他就要把鴨子船委外 他就要把鴨子船委外了 那你為什麼當初不直接 我開一個方法條件 你民間自己來投資就好了嘛 你民間自己去買船 你民間來經營 那我幫你去把這個航權 把那個路線可以規劃好 你來收益就好 那你買了兩艘船了之後 就你接下來就要把產權 丟給委外的廠商 所以我覺得這個一件事情 從頭到尾都是一個 非常奇怪的一個事情 對 因為高雄有試過鴨子船 然後失敗了 對 那蓮池潭是不是還是在哪裡 在那個愛河那邊 愛河的那邊 所以大家很新鮮會去做嘛 做一次之後就不會再做了 因為天氣的關係 台灣天氣還是比較熱 基隆沒那麼熱也是會下雨 那他問題是說 做過幾年之後他會一直變舊 變舊之後維修很困難 因為他屬於特殊型的機械 所以會變成你找不到零件去替換的話 最後只能全部丟掉 就報廢了 所以也就是說這五千萬 又是如夢幻泡影 而且這件事情 其實市政府自己的一個報告書裡面 然後他們當然有講說 他們如果依照評估收益來講 一個人搭乘鴨子船要付800塊 就坐一趟要800塊 然後結果呢 好貴耶 這算是在台灣裡面消費坐船 而且你說時間多少 大概在海上5分鐘 在路上可能就15分鐘 我跟你講那個藍色公路 在大道城那邊藍色公路 出去一趟大概400塊左右 大概一小時 所以你剛剛講的那個價格 稍嫌高檔 而且最好笑的是 他自己也有做一個民調資料 就民調資料上面顯示就是說 他們希望 民眾希望的鴨子船的價格 大概落在250到300左右 所以我那天就問 所以你講800塊會有人來搭嗎 而且重點是你沿途 沒有什麼可以讓人家觀光 或消費的一件事情 甚至是說 你連在地產業你都沒有結合 可以開過去那個 正濱漁港彩色屋嗎 就是剛出下去都要起來了 但是還有一座橋 就是往和平島裡有一座橋 一開始船連橋都過不去 你說實在 那你要怎麼樣在這個地方 真的有帶動地方的一個 整體的一個觀光 說實在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不是 不是我該 不是在詛咒他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情 其實在基隆也真的會註定失敗 對 因為高雄鴨子船 不好意思又騎到高雄 後來他降價到說 高雄市民只要120塊 然後外縣市的是180 還是沒有人要做 這很便宜 這屬於說很新鮮 而且他不是海陸兩棲嗎 就是我可以從路上噗噗噗 然後就噗噗噗 不是這樣 高雄不適合發展 我在這個節目也講過 高雄人聽到鴨子 就是想到吃的 他不會把它當成交通工具 但是我覺得這鴨子船之後 可能會發生一件事 就是他被拿來當成基隆市公車 因為基隆市公車 前一陣子不是漏水又漏油嗎 所以他以後 就直接把它變公車來開了 變觀光巴士 買了50台中古的 對 他花了5億 對 他花了5億 而且是已經借零差不多 因為大家淘汰年限有差不多 他是買8年的對不對 8年的 其實你現在現有的基隆 都是9年車 你買一個8年的 隔年是不是就又要汰換 所以是不是有土利廠商的嫌疑 這個不好說 我是發問 就公民的角度 你會好奇他為什麼要做這種決策 民眾的邏輯來看 就覺得為什麼要這樣 而且除了兩艘5000萬的鴨子船 他其實去年還有編了一個2300萬 買了兩台的雙層觀光巴士 你看台北市不是有兩層的嗎 其實那時候我們很多民代也質疑 基隆市的整個市區道路很狹窄 然後有些時候還佈滿了天際線 就是有那個電線 如果今天不然開過去卡住怎麼辦 那時候我們戲稱他就絕命終結戰 就上了觀光巴士之後一去不復返 所以其實這件事情真的 我們點出了那麼多種種的問題 其實就覺得說謝廣東市長 我們不是說要花錢要做是不行 但是什麼叫做做對的事 或者做這個城市有利的事情 其實他沒有辦法提出來 他只是想到怎麼做什麼 不是為了吐槽而吐槽 可是我們光看到點說 雙層巴士就是會勾到 就已經就思考到這邊了 來加從他補充 你們是不是都會給小朋友 下載那種蓋程式 或說蓋便利商店 虛擬程式 虛擬程式的那個 對 我覺得謝廣東他就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他第一個 他對錢沒有概念 他對未來也沒有概念 在他的世界中 這不就是一個遊戲嗎 反正我如果選錯了 有人會再幫我重來 我如果弄錯了 反正有人會幫我擦屁股 我要做的就只是勾清單 很像點紅酒你知道嗎 我今天要喝這一支 然後我這一支 要配什麼餐 所以他過著很悠哉的 二代的生活 非常任性 然後快樂 然後呢 就覺得 總之我可以跟我女神拍婚紗照 就結束了 他的市長夢就已經圓滿了 我們來看這行 附崑奇他說呢 賴清德下令要讓親子子 也就是基隆議長同志委 接基隆市長 所以要讓自己的人來接手 賴清德也毫不掩飾了 不遮掩了 就像是土匪打進皇城 西裝也不穿了 直接打刺腳照幹 他說賴清德下令 叫同志委去接市長 你們這是從哪裡聽來的 沒有啦 剛才張一善說 現在不要討論說 怎麼會補選 怎麼會這樣 本來就是啊 現在討論要罷免 不要罷免 是討論四個人的問題 我現在是要聽他 要聽你的 他說賴討論 賴討論 秒釋主持人 對 你這麼 你這麼支持張一善是不是 聽我 我都聽到 他說賴討論 他說賴討論 補選的人選 他給你通告費 我給你通告費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製作黨員是你 沒有啦 我們這麼討論人選 你說如果真的罷免 罷免會不會過 看起來 門檻連署 所以投票時間是 大概是九月 九月其實說 現在投票到底會不會過 應該是七萬多票吧 七萬六左右 所以涉及到幾個 外在因素的變數 如果投票的時候 那時候立法院沒有開會 立法院修會 那是不是衝突變少了 變數就會降低了 第二個就是說 基隆市政府 謝國良 國良當然是跟黨團有討論 所謂的四方論壇 就是當然黨中方進去 策略當然 謝國良最主要 不是啦 我其實問你的源頭 不是說我們猜說 誰要來補選什麼的 可是你講的這麼 斬釘截鐵 請問一下傅崑奇 他的消息來源是什麼 他是哪裡聽到的 是我們抓民進黨的 不知道 傅崑奇也知道 喂 傅崑奇有時候 上達天廳 可能他的電線比較長 這我也有 去求證我沒辦法問過 就像那個內特一樣 小新講他前男朋友內特 老實講我也有 我偶爾也去買內特 我來上你們節目 不是今天 今天艾迪達 今天不是內特 有時候也是內特 所以我覺得這樣 過去這樣 我過去在那個什麼 在連鎖小吃店 我在吉野家打工 吉野家也有功勞生很好 也有功勞生不好的 所以那個就不 你個案不能論為通案 所以內特老實講 謝國良跟內特的問題 是最後還是要回歸 回歸法律來解決 那我覺得這樣 就是說謝國良 確實有一些處理的 不是很好的地方 譬如說在電動機車的 包括他的政策的部分 有一些變成民眾要出來 半夜排隊 扣噴 老長也是你們節目開始談的 從過年前討論到現在 幾個月 先人7月了 討論到8個月 有哪個議題 過年的氣氛一直很好 這個年過比較久 過年前討論到現在 有哪一個議題 在地方縣市政府 可以討論那麼久的 因為他一直有新的進展 他一直 他一直徹業盤寬 因為徹業盤寬 過去還敢說沒有 上一個就是高雄 他少了 韓國瑜 韓國瑜跟謝國良的政治分量 老講是不一樣 你說實在的是不一樣 所以你覺得謝國良沒有分量 連高宏安也沒有討論那麼長 所以老講我覺得 因為我跟謝國良算熟 我們也會討論跟國中 他要減少扣分的地方 那市政要加分要多一點 至於說整個罷免 會不會過考量幾個外在的分位 第一個 包括你 第二個 然後大家討論說謝國良的問題 你要考量中央執政的問題 你如果說如果到時候 八九月要投票的時候 你如果來鄉大停電 你覺得投票意願會高嗎 所以到時候要考量 還有真的外在的變數 執政你真的不要出包沒有包袱 不要不要出中央執政不要出問題 所以你說那個罷免本來仇恨動員 我同意確實超過四萬分 謝國良有一些也要面對的問題 有一些包括他自己要修正的問題 所以你說讀到雞排妹公 謝國良一定過關 我覺得太武斷了 國民黨的他的策略就是說 因為他知道基隆的搖擺選民會很多 就是說有時候投籃 有時候投綠 有時候投給柯文哲 那銀子賽就鎖定是說 綠營就輸不起 綠營準備要派同志委出來選 所以說同志委又是賴清德遠親 因此你當初總統沒有投給賴清德的話 你就不要去支持這個罷免 他想要塑造出藍綠二鬥跟對決 然後把票全部都鎖定在 只有民進黨的基本盤 這樣子的話要去過 七萬六千多票的一個罷免門檻 就會變得非常困難 但是因為整個公民團體 他也沒有是說跟著 國民黨的步調去那邊走 所以說我們都聚焦在市政討論 其實你越聚焦在市政討論 結果就會回歸到謝國良這個人本身 到底的這個政策做好不好這件事 最後我還是要等一下去講一下 是說這個賣玉珍的這個事情 因為你們前 沒有賣玉珍的 對 因為你們前面講的 這個是搞得好像我講錯一樣 我不知道 我講就對了 為什麼 不是 因為你說你爸爸 從越南帶水果來 然後我就記得那個職務是不行的 對 因為那個是從民國87年10月開始 才全面靜帶水果入境 所以是1998年開始 那20幾年前 30年前是可以 這第一 所以我講的也沒講錯 你講的沒有講錯 第二個事情是說 在農業網站上面就講說 20年到30年前 台灣買不到火龍果的這個品種 因為那時候引進火龍果的是 不太適合台灣 後來在台灣改良選育品種 才能吃到又甜又大顆的火龍果 那這火龍果 為什麼在越南種很多 後面還有解釋說 那是因為越戰的時候 美軍撒了很多的這些劑 這個落葉劑 很多植物沒辦法生存 只有火龍果可以生存 那賣玉珍他7月3號的這個時候 他講說這個火龍果 你要找他開火龍果 不是 我們覺得 他就是開心農場 我結論就是說他公然說謊 對啦 因為他7月3號說 說他把台灣的火龍果帶去 7月4號才補充說 是30年前做這件事 但是30年前 台灣沒什麼人在吃跟種火龍果 這個農業網站中心證實 而且就算有 也是從越南帶過來 對 30年前是從越南 有人帶來台灣 不斷改良之後 賣玉珍竊奪了台灣農民的 智慧財產送給了這個越南 事後才說我 沒有這是30年前的事 這點是說謊 我只是要去說明這一點 我補充一個數字就好了 剛剛明顯說 我們從過年罵到現在 好像很久 葉原資也都會說 我才當幾個月 你們就要罷免我 我跟你講 這就是為什麼 他們不敢調高門檻的原因 他們只要罷免門檻一調高 我跟你講 陳柏惟今年度的通告接不完 你只要看我的情況就知道 你原本也接不完 藍營有一個比較偏藍營立場的節目 你知道在2021年罵我罵幾集嗎 罵270集 你知道一年有幾天嗎 365天罵我270集 你有看過我上那個媒體 講那個節目是叫什麼名字嗎 從來沒有 你知道那個節目 剪我的短影片剪幾顆 剪上千隻 說什麼我沒當兵的 我媽上海人 我爸賭場老闆 講一大堆有的沒有的 我跟你講 我沒有一次去檢舉新聞台 反正你愛亂講 那些人我認為業力會 這裡寫近百年 中華民國在 其實說真的 基隆人普遍跟其他的 城市的選民比起來 他們滿懶的 我覺得基隆人應該不會生氣 因為我身邊還滿多基隆人 你那個字是懶還是懶 懶 Lazy 對 滿懶的 你現在要跟基隆人開戰嗎 沒有沒有沒有 他們真的就比較懶 真的比較懶 其實你可以看過去的一些 投票數也好 或是說他們的選舉風氣也好 還有他們的討論度 活動 我是不知道確切的原因是什麼 但是熱度來說 以我的感受 在基隆的政治熱度 本來就比較低溫一點 可是可以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催出已經三萬多份的連署書 代表說民意是很生氣 他們居然選出這樣的草包市長 那這個起點就從那個電動車開始 不是嗎 對 沒有啦 應該是說東岸商場是一個起點 但是電動車 他們是加乘效果 對 因為電動車在很前面就開始了 在東岸商場前就開始了 因為他不斷的換方案 他本來選舉的時候說 他是一人要一台 就是大放送 他給人家的誤會是這樣 他給人家的誤會是說 只要我投你 那以後這個市場就會送我一台電動機車 那之後他沒有兌現 然後又一直改 其中我印象最深刻 他改到一個方案是說 他跟某一個廠商配合 然後大家可以用一個月多少錢 就可以換到一台機車 可是你把那個起訴乘上去 就是等於買一台機車 對 他就是在呼嚨大家 所以我想那些民意 不是只是在這幾個月累積起來的 是從他上任那一天開始 那這些基隆人他給他機會 不管他們原本的政治光譜是什麼 那像這個板子我也覺得 你看2018年基隆市長選舉 林佑昌拿10萬票 對 我們先不要看對手喔 為什麼四年後3萬票不見 過去謝國陽他在地方 家族失業其實非常的盤根錯節 那所以其實過去像不管是之前的 事業力工或者是宋偉力 他們過去對於基層的運作來講的話 並不是那麼樣的一個實際 但是謝國陽他會有一個特點 就是說他的二姓集團 不管是他的合作社或者是學校 他的組織基礎是蠻強的 對他的組織基礎其實真的是算很強 那所以有些時候 因為過去林佑昌可以 或者是蔡世英那時候可以拿到這麼樣的選票 其實因為他們對於藍的綠的 這樣的整體的經營來講的狀況 其實是非常的好 但是謝國陽的一個特性的之後 他出來選了之後 其實就把相關的一個選票吸了過去 其實如果認真來講 可是3萬 其實你要認真來講 其實謝國陽的票其實也掉下來 為什麼 其實他當時候在他競選2012年的立委的時候 他拿了11萬多票 其實同樣的他的選票 其實在這一次的選舉當中 也大幅的一個下降 就代表其實民眾對他來講的話 也不是完全的一個信任 但是我覺得反過頭來看的是說 在這一場選舉當中 其實民眾對於這個政治的選舉 是比較冷感一些 所以很多的票其實沒有吹出來 我自己的感覺是 因為18年到22年是有橫跨到疫情 其實很多民眾在疫情過得不是很好 那也會反映到選票上面 那也代表說其實基隆人滿真性情的 他們是真的會用選票來教訓 他們認為應該要教訓的政治人物 10萬到7萬是真的很多 以市場選舉來說 補充一下 長期的選舉觀察來講 基隆四六比是正常的 就是藍綠四六比 就是國民黨大概就六成 民進黨大概四成 所以沒有沒有我們要先回歸到 因為其實民進黨曾經高過 那時候是因為做得好才有那樣的一個 不要忘記那時候是林宥昌的連任 林宥昌的連任 林宥昌有低屆 低屆其實那時候叫做柯文哲旋風 雖然現在其實民進黨柯文哲 在那邊也拿到5萬多票 柯文哲通風 2014年有一個太陽花學運 所以鼓動了整個綠營的縣市長大勝 林宥昌又做得不錯 繼續投給林宥昌 但是下一屆我就不覺得說 你們這兩個的差異性在哪 可是蔡市民在兩年前都也是拿了10萬票 沒有 我覺得應該來講2020 2020的時候剛好其實是 大家還記得那一年 對 那個是立委 立委是蔡英文的群擺效應 不要忘記了 因為立委通常跟著總統一起選 對 所以那個總統強不強 會有所謂的群擺效應 那時候民進黨很多立委 都不覺得會當選 全部被蔡英文的群擺效應帶起來 怎麼好像中箭 不要想那麼複雜 就是蔡市民太弱了 所以高嘉瑜才跑出來說 他要去補選 其實國民黨有在大動向 我們不要忘記了 現在是最重要叫做罷免要成功 還有補選的問題 但是你現在去討論補選要誰出來選 就會凝聚 本來要凝聚我們自己贊成罷免的這些投票 就會因為下一個人是誰而產生分裂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現階段 都不要去討論下一個階段補選要是誰 因為有關於他們說 提起初要罷免同志偉這件事情 我請教議員 有一個理由 是林濤講的 說是因為同志偉找他乾媽乾姐的女兒 來怎麼樣怎麼樣 那個是什麼雙木齡我不知道 今天我看到一個畫面 拍了一支影片 我們同議長也是腦筋轉得很快 我不知道我們有沒有這樣子的袋子可以播 然後幫我們切一下畫面 他馬上找來了這是我 乾媽 乾媽的乾姐 然後乾姐的女兒 乾媽的乾姐的女兒 對 真的 但他真的找了一個乾媽乾姐的女兒 來拍了一支影片 然後他問他說 你是不是公民團體 他說不是 我覺得這個真的也是 其實這件事情再次很驗證的是說 這一件事情有多荒謬 其實像昨天網路上也有人在傳 然後說什麼同志偉的誰誰誰 然後牽扯到賴清的總統 然後講講講 原來最後是跟朱立倫有關係 結果這一期這個罷免其實是朱立倫要發起 來罷免謝國良的 所以剛才不會講 他除了猜註以外還要猜糧 但我覺得這件事情 其實到最後回過頭來 其實像最近剛才一直在講說 一香哥剛才講的 像傅君自己 其實國民黨現在已經開始在地方 四處在傳破 就是說反正接下來就同志偉要出來選市長 他其實就是希望什麼 造成一個政黨的一個對立面 他就是要讓這個公民團體 在發起這項運動的過程當中 他主軸被模糊了 因為公民團 因為這一件事情一直被洗腦的話 人家就會覺得說 原來其實是民進黨說 為了選輸了之後 要現在把政權拿回來 這也是現在國民黨 一直在做一件事情 所以傅君奇才會再講說 同志偉是要接下來賴清的指名 要接放基隆的人 可是我覺得這句話 有一個矛盾點 就是代表傅君奇 對謝廣沒有信心 這代表說三階段的時候 就是因為謝國良你要被換掉了 所以同志偉才會出來選 要不然他今天幹嘛講這句話 所以其實我講坦白話 但我有一個疑問 因為他們除了有四方聯盟之外 然後我是聽這個 我是看到報導是Grace他的分析 他說其實謝國良在基隆 包括警銷到地方社團 他都已經開始動起來了 你們在地方跑有這種感覺嗎 其實也是這樣 真事實沒有錯 因為像他的疫情 或者是他的疫銷 民防的這些大隊長 其實都換成他自己的一個心腹 甚至他自己黨籍的一個議員 為什麼就是趁著這個機會 想要把基本盤做起來 但是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其實在這個上個月才發生的 其實他在這一次 金融市的追加減預算當中 他總共編了1600萬 要做了什麼 其實800萬編在民政處 就是說你每個宮廟 接下來不管你是禁鄉 板斗 還是什麼宮廟活動 我一個宮廟補你2萬元 還有包含了600萬在環保局 就針對什麼 環保志工 你這個環保志工來 配合我市府的活動 一樣我這個團體 我也是給你一個經費 然後剩下200萬編在社會處 一樣 就是你這個人民團體 你就給我開座談會 我一樣這個2萬塊 跟你來做相關的補貼補助 其實他做好這個 他為什麼要編了這個預算 其實他就要做好 全力抗戰的一個準備 所以其實我在 我之前一直在講說 這四方聯盟當中 其實讓我覺得 最質疑一件事情 為什麼要把基隆市政府 拉進來 基隆市政府 明明就不是謝國良的 也不是國民黨的 結果接下來的兩個月裡面 基隆市政的所有的預算 全部都拿來做一件事情 就是顧糧 所以這件事會很厲害 所以其實這件事情 我覺得也是謝國良 為什麼在很多的公民團體眼中 他現在的憤怒的那把火 還是沒有辦法被澆吸 反而我覺得越燒越旺 結果國民黨中央再來 像這禮拜天的這個 趙少康 許消息 就要來到基隆 來宣講 那他宣講就是 講完15分鐘 他人就要拍拍屁股就走了 那他的主題叫做 挺做事的人 真的挺做事的人 我沒有說謝國良不做事 但是他做的是錯事 要不然他幹嘛出來 道歉十幾次 要說對不起 基隆市民我錯了 藍英文金我錯了 電動車我錯了 什麼都錯了 所以如果今天我們挺的是一個 只會做錯事的市長 我說怎麼會給人家 怎麼會服氣 好 來我們還有一件事情 我們要來聊 這個是王毅川踢爆的 來請教朗東 王毅川踢爆一件事情 我們先看這半邊 這是有一個採購的標案 然後標案的評審 評選委員是誰 字有點小說 我們把他放大在這邊 羅庭偉 羅庭偉不是立法委員嗎 立法委員可以在台中市政府的標案當中 當評選委員嗎 往這邊看 這邊有寫 政府採購法第三還有94條 這邊有一段 他說中央公職人員立委 或者是地方公職人員 比方說鄉鎮市長 市長 執家市長等等的 不得擔任機關採購評選委員之 專家學者委員 那就是說不行 不行的話 為什麼羅庭偉還可以當評選委員 即便是目標煉油廠攻擊 建築物 這個其實行政院已經有 佛國公文有講過這件事情 說立委是不宜 因為立委本來是監督行政院的 結果你自己又去跳下去當評審委員的話 當然就會有全監裁判的一個問題 所以過往來講沒有發生這件事 第二個事情是說 因為王玉川他很在意這件事情 所以他有去特別去討論 羅庭偉他在這邊對不對 這個案子 這個標案 最後是台中市環保局的標案 最後是給了一家叫做資營科技有限公司 去得標的 這家資營科有限公司得標 然後他的代表人叫楊炯浩 這個楊炯浩這個是誰呢 就是曾經在過去的時候 直接跟羅庭偉在2019年合照的照片 他同時也是宇慶企業這個董事長 然後這邊這個是羅庭偉 換言之羅庭偉本來就認識這個 他的這個廠商 而且這個楊總浩的身分非常多 因為在資料中 他有擔任過北部瓦斯公司 宇慶企業跟銀資公司的董事長等等的 還有一些台北的一些出口的一些 相關協會的這個身分 所以就是一個這個有錢人 那這個這樣的一個人就會說 羅庭偉如果你本來就過去出席活動 他就站在你隔壁 我想一個市議員說 有志於接下來要選立委 會不會想要認識一些有錢的老闆 看看有沒有機會 做一些合法的政治現金贊助等等 多少會嘛 會寒暄聊一下 人脈啦 對啦 人脈 這本身沒有什麼不好 他認識他沒有什麼不對 可是如果你就身兼這樣的一個評委 最後又是他的公司得標的話 這個利益迴避就很重的問題 所以監察院剪掉應該要動起來 我補充一下 第一 剛才益川也講 其實立委或者議員 你身兼叫做監督市政府 或是身兼行政院 不要忘記了 他雖然現在是立委不是議員了 但是很多的補助案 是從中央補助給地方的 地方再去招標的 所以你立委去擔任這個評審 第一個在監督在職責上 大家的衣償事 就不用說公共委員會有沒有解釋過 衣償事就不對嘛 問題來了 現在剛才郎東也說 這家得標的廠商還跟這個委員 就是羅庭偉有關係 不知道有沒有關係 我覺得如果按徐曉星的連連看 連連看就有關係 至少他們有合照過 對 問題來了 到底是羅庭偉自己要擔任這個評審委員 還是環保局故意圈選羅庭偉做評審委員 這個就是問題 我說真的 這個標案很奇怪 因為一般來講 你做一個環保局局長 你怎麼會知道說立委來做評審委員 是很奇怪的事情 知道嘛 但是你知道為什麼特別要 因為我們都知道最後的覺醒都是 局長覺醒 誰做評審委員 最後都會牽到局長那邊去 那你為什麼要勾選羅庭偉 是羅庭偉要求的 還是你故意要害羅庭偉的 這有兩個不同的目的 所以羅庭偉自己要出來解釋清楚 因為通常來講 因為我們每一個標案 第一個 我們在專業的名單裡面 會去勾選 你羅庭偉本身就沒有 從來沒有環保的專業 看了所有的經歷 故意跳到這一張你選舉的時候 我看了所有經歷 有跟茵茵有跟托玉 有跟象棋 連象棋都有關係 你到底哪一點跟環保有關係 因為這個標案是跟環保有關係 對 那時候你跟環保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你為什麼會在評審委員名單 因為我們通常知道 評審委員名單會有一個資料庫 我們從資料庫勾選一些 十幾二十個之後 最後給局長去勾選 那直接講 羅庭偉你自己要說清楚 為什麼你在這個資料庫裡面 你是自己去投這個資料庫的 還是局長故意指定你在這個標案裡面 明賢哥 因為我們有滿多疑問的 那這個部分你覺得適合嗎 沒有 我第一個看新聞就說 環保局主動說明說 他們過去類似的這一個 會找藍綠卸任的議員 前議員 跟里長都有 卸任我覺得可以 可是卸任我覺得不宜 這其實不宜 因為庭委應該 應該當初接的時候 我覺得他應該就拒絕了 好像現在的最新的處理 也是說退聘了 是不是 對我覺得這不宜 這要避免瓜田裡下要迴避 所以台中市政府過去行之多年 然後會找卸任的議員 找卸任明代 我覺得這個 即使是延續多年我覺得怪怪的 因為畢竟明代還是要稍微迴避 因為明代畢竟是監督市政府 監督政府 監督行政部 我覺得這個界線不能跨越 所以我覺得要辭掉 這個我覺得不宜 以後還是要避免 台中有台中的玩法 我們今天大聊罷免案 我先言明 我不是要在3Q的傷口上面撒鹽 那我也相信 他作為一個 心態很健康的成年男子 哈囉哈囉 心態很健康的成年男子 陳柏惟是怎麼樣 他就是 好向前走 對不對 昨天柏惟回到娘家 再回到立法院去分享他過來人的看法 我覺得他講的真的是滿有道理的 最近國民黨怎麼都在替3Q講話 怎麼說呢 朱立倫不是說謝國良被罷免 但是謝國良沒有做錯事 我們換個名字 我們換陳柏惟 陳柏惟被罷免 但是陳柏惟沒有做錯事 國民黨現在積極幫陳柏惟在做平反 但如果說休選罷法 還可以塑及既往的話 不得了 我們還要還3Q一席立委 好不好 謝謝 待會通告費再還給主 好 3Q 謝謝 那還有一件事情 讓人家百思不得其解 國民黨跟民眾黨現在反感度都破五層 是不是應該好好檢討 然後再去反思 不要繼續往那個離明星 越來越遠的路走過去 明天同一時間鎖定星團加油 我們再會